一句佛号的操作包括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因从耳入 我们定义你的心已经对佛号产生了专注力 从一些老法师的佛妻开始当中 有两个经验要注意 就是你在修专注力的时候 重点在听听佛号的声音 听的时候有两个重点 一 你要听你自己的声音 好比你今天来打佛妻 有三百多个人参加佛妻 每一个人都创造一个佛号 哪一个佛号是我的所缘境呢 你只能够听你自己的声音 因为你听别人的声音 你的心是心随静转 越听越散乱 所以大家要知道 别人的声音 我们也不要排斥 它是一个助缘 但是在这个虚空当中有三百多个佛号 你只能够以自己的声音为所缘境 不管你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小声 因为你听你自己的声音 你的心才能够慢慢地专注 而趋向于寂静 一旦你听别人的声音 你的心是向外攀缘 那越听越散乱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你心中的所缘境 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声像 这才是你的所缘境 这是第一个重点 听你自己的声音 这个是从空间上来说 二 你要听当下的音声 很多人念佛会回忆前一个佛号 哎 我前一个佛号念得很好 这是打妄想 你已经忘失所缘境了 就是说 不管你前面的佛号念得好不好 过去就让它过去 你也不要意测 哪一句佛号得到三昧 也不要意测未来 不要回忆过去 也不要意测未来 怎么办呢 你要活在当下 你每一句佛号 都是听当下 当下 听当下的音声 就是时间上 以当下的佛号为所缘境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未来还没升起的 不要做任何推测 安住在当下的佛号 这就是我们修专注力的两个重点 听你自己的声音 听当下的声音 进一步 我们必须把这个点状的专注 扩大成片状的相续 印祖说 这个片状的相续 我们可以一种循环的方式 就是以十句的佛号 为一个片段 把这十句佛号 分成三 三 四三段来念 就是 纳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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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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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